大家好,我是第十日届全运会跳水冠军全红禅 西安成就了我全运会冠军的梦想 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战役时刻,要我们一起手腕相助 共和时间,众志成城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愿长安长安西安加油 结束阿灵球表演赛之旅 全红禅跟随大部队回到了广州 目前正在医学观察中 准确来讲,这已经是红姐接受观察的第三天了 虽然身处酒店房间不能外出 但是全红禅的动态却是一个接着一个 12月26日,全红禅等中国奥运天团为冬奥献割 录制了一首名为《我们北京见MV》 多达55位世界冠军集结 向世界运动员发出双奥之约 重温经典旋律 每一帧都可谓是彩蛋满满 其中,作为东京奥运会的流量现象级运动员 全红禅自然是重点要出现的元素 他与队友陈玉希和张家齐同框处境 在MV不到20秒的时候就出现了 而且全红禅还站在队友们的中间 绝对是C位 他们三人一起做出摆新的动作 全红禅在中间则做出花朵绽放的手势 非常可爱 在这段五分多钟的MV中 全红禅累计出现了五次之多 虽然没有单独出镜 但是几乎每一次亮相都是醒目位置 比如与中国跳水梦之队集体亮相的时候 年纪最小的全红禅也是站在前排中间 跟着音乐一起舞动身体 虽然有一些笨拙 但红姐颇为投入 态度认真 在最后的花絮中 全红禅也出镜了 可以说 14岁的全红禅 已经是中国体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与人物 之前央视录制冬奥会 倒计时100天晚会的时候 全红禅也是受邀嘉宾之一 并且上台演唱的时候 站的也是C位 并且不少演艺明星 还抢着和他合影 可见全红禅的人气 在这条宣传北京冬奥的MV中 全红禅得以和陈玉希 张佳琪再次合体 要知道 自从东京奥运会全运会之后 三人就很少一起 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了 这次阿联酋表演赛 全红禅也是独自承担起了 女子10米跳台项目上的希望 粉丝们根本没有机会 看到三小只在台上合体 不过趁着这次宣传 北京冬奥会的MV 大家也算是过了一把眼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视频曝光之后 张佳琪也成了网友们的热议对象 眼尖的朋友应该都能够发现 视频中的张佳琪一头短发 身高甚至超过了陈玉希 不过最令网友感到惊讶的是 如今的张佳琪身材发富情况 非常明显 完全没有了当初在跳台上的灵巧风范 很难想象 短短的半年时间内 张佳琪的身形变化竟如此之大 恐怕她现在已经很难再登上 女子10米跳台了 当然了 自从全运会后 张佳琪基本上已经萌生了退役的念头 随着全红缠的崛起 张佳琪更是直接失去了竞争力 张佳琪也曾是中国跳水队的希望之心 她是三姐妹中出道时间早的大师姐 曾经面对镜头表示 想要缠连所有的冠军 但是后来她遭遇了发育期的困扰 状态下滑 被陈玉希和全红缠超越 虽然张佳琪也在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金牌 但是无缘女单跳水项目 让人十分遗憾 而全红缠现在也进入了发育期 令人庆幸的是 在东京奥运会上一跳成名后 周济红为了避免全红缠也遭遇发育期的挫折 特意提前布局 周济红打为了保持体型和状态 而五年几乎没吃过晚饭的奥运武精王陈若琳 请来执教全妹妹 为的就是能够帮忙 全红缠这个小缠猫在这个特殊时期 管住自己贪吃的嘴 把自己的好状态延续下去 在这里 还是希望全红缠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对于14岁的她来说 发育观依旧是最难的一道坎 只有保持住自己的体重和身形 红姐才有机会去追赶郭晶晶 吴敏霞等前辈的脚步 对于14岁的脚步